老虎吃人该怎么处理 国外的一家动物园里 小老虎正津津有味的啃食的人爪 旁边还堆放着一具啃光的骨架子 滋养人员还以为他生病了 不愿意吃喂养猪肉 原来他是找到了更美味的食物 接到了报案 法医来到了现场 尸体的内脏和肌肉已经进了小老虎的肚子里 就剩下了血淋漓的骨架子 看起来像是炭烤羊排一般 从死者的逼根来看 是一名30岁左右的黑人男性 具体死亡原因因设施不全无法推断 本快尸体被运回了实验室 死者的喉咙上没有常见的咬痕 以及勒死的痕迹 死亡原因不是老虎 而他在右侧盆骨和大腿处 有被某种力气哼切过骨动脉 失血过多才是死亡的原因 看来凶手是杀了人以后 将尸体抛到了动物园 让小老虎当了地罪羔羊 随后法医通过检测牙齿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他名为律师函 是一位黑人医学格士 不久后 他说律师函平时待人友善 没有什么仇敌 前几天他还去动物园 参加了医院举行的派对 没想到他却死在了动物园 另一边 法医在律师函的拇指上 发现了一块骨化的软骨 他应该曾患有滑膜软骨瘤 这种病会让他的腕部骨质增生 异常的疼痛 作为一个拿手术刀的医学博士 基本就告别了手术台了 但是他死前还在医院就职 为别人动手术的话 危险系数会成几何倍增高 与此同时 警局里的探员查到 律师函前段时间有一起医疗诉讼 他给一个女人动手术失误 导致后者死亡 女人的丈夫一气之下 就把他告上了法庭 而这个丈夫前两天刚好委托人买票 参加了医院的义卖会派对 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都满足 也许他就是杀人凶手 很快此人被带到了审讯室 他解释他当时想参加派对 是想要跟律师函道歉 他不应该因为妻子死亡就搞一闹 不过当时律师函在跟一个女人吵架 所以他压根没见到律师函的面 探员问他 有没有记得跟死者吵架的那个人的模样 他连忙表示 说自己记不起来了 随后探员找来了心理学家对他催眠 强行让他回忆起当晚的画面 根据描述 探员描绘出了此人的大致相貌 并上门找到了医院的负责人群问 他说画面上的女人使医院得更普通 他曾想贿赂律师函 让儿子进入医院就职 但是被他拒绝了 派对上的争吵估计也跟这件事有关 警局里他疯狂的埋怨 说律师函就是个恶心人的臭憨憨 他儿子医科大学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 竟然不让进入医院就职 他还表示 自己当管的确跟律师还有过争吵 不过他没有杀人 另一边 实验是在尸体的恰骨处找到了一个疤痕 显然他被什么东西凿开过 将尸体清理到皮肉后 还在死者的趾骨和齿骨粗笼上 找到了一些钝器伤 利用3D模拟技术 法医模拟出了凶器的大致相貌 从画面看起来像是一根长长的金属棍 另外 法医发现死者的衣物上 残留着一些尿酸和云骨颗粒 最后法医打开了动物园的地图 找到了受害者的第一案发现场 这是一个水豚区域 工作人员为了不让水豚逃跑 会拿一些狮子的尿洒在围栏上 什么 你问为什么不直接锁定狮子去 因为这所动物园里压根就没有狮子去啊 正当法医们欣赏着动物园里的美景时 眼尖的探员忽然发现了一把蛇钩 最后法医对动物园里面的蛇鳞进行取样 竟然发现绿尸汗的衣物上 占有的蛇鳞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他身上的蛇鳞是从外面带到动物园内的 危机技术部门打开派对当晚的监控 筛选符合蛇皮材质的用具 没多久他们找到了一个蛇皮手带 原来凶手是律师函医院里的一个小护士 很快探员们来到医院将他团团围住 现状他只好承认了罪行 本来他跟律师函是情人关系 但前者一直很花心 红上的是给所有的女孩一个家 他接受不了 到于是将其杀害了 这样一来 他就是律师函的最后一个女人了 说吧 探员给他戴上了美丽的银手镯 半截到此也就结束了 小声化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